《霹零遺暴》昨晚发生严重坠机意外 一架小型飞机飞行途中失控 坠毁在雾边路 宾如河 住宅区附近的水沟 及上两名飞行教官一死一伤 毕丽州总警长拿多米奥法律指出 当地消防局晚上8点10分左右 接获紧急投报 派人到场支援后 只见小型飞机的机身倒插在防洪沟 部分机翼甚至断开 旁边的电灯柱也被撞歪 撞断 不幸中的大姓氏没有央集翼旁的住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调查发现 52岁的死者来自雪兰尔士卯月 62岁的飞行员伤者则来自白沙罗高原 两人都是以保苏丹阿兹兰沙机场附近 一所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 教后已经个别送往 以保中央医院解剖和治疗 确切事故赵英 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和厘清 请不吝点赵英俊